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避震时,我被钢筋刺穿胸膛,院长妻子却把最后一辆救护车,安排给她受到惊吓的白月光,隔天得知我的消息,她当场吓傻了。 避震时,我被断裂的钢筋,刺穿胸膛流血不止,妻子却将轻微擦伤的白月光,送上最后一辆救护车。 死里逃生后,我质问妻子为什么抛弃了我,她却皱眉道,她的腿再压久一点,就要截肢了,你又没事,还在这里斤斤计较。 可她不知道,我是拖着被钢筋扎成刺猬的身体,一步一吐血地用双手爬到医院。 姜婉,你别走,救救我。 我被钢筋钉在地上,血流如注,绝望地看向妻子江婉逐渐远去的背影,嘶吼出声。 可她不曾回头,一心想着把她的白月光宋景川送上救护车。 十分钟前,地震发生,我和宋景川一起被压在楼下。 宋景川幸运,正好躲在墙角的三角结构中,只是轻微擦伤。 但我却被破碎的预制板压在身上,裸露的钢筋穿过我的胸膛,大腿,让我无法挣扎,每一秒都像在承受酷刑。 不知过了多久,江婉的手电筒光照射进来,一张精致的小脸满是担忧。 我以为自己有救了,脸上露出喜色,刚要出声让江婉放心,我还活着。 却没想到,她的视线并未在我脸上停留。 她徒手清理着宋景川身边的碎石,把食指磨出血了,也不在乎。 我浑身一颤,目光呆滞。 眼睁睁看着江婉把宋景川送上了最后一辆救护车,夺走了我生的希望。 听着鸣笛声远去,四周陷入一片死寂。 我的生命随着血液流淌,慢慢流逝。 我末的手指用力,狠狠扣在坚硬的水泥地上,眼中满是不甘。 我的人生才过去三十年啊,我怎么能就这么死了? 混沌思绪瞬间清明起来,我爆发出非同一般的力量。 我勉强将肠子塞进我被钢筋在腹部划出的巨大伤口,随后用衣服缠住腹部,免得再掉出来。 竭尽全力够到十块,一下一下,我举起巨石将贯穿我身体的钢筋砸断。 一阵血肉飞溅,我却像感觉不到痛一样,终于艰难地爬出了废墟。 我用两只手一步一步往医院的方向爬,留下蜿蜒的血迹。 看到医院灯光时,我再也支撑不住,昏死过去。 病房里,医生说我能活着就是个奇迹,还好我的心脏位置比较偏,钢筋只扎穿了我的肺部。 但还是切除了我一半的肺,让我以后不能劳累动气,身上更是多处骨折,挫伤,要我务必认真修养。 一一答应后,我拿起手机。 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姜婉没有给我发一条消息。 我却刷到了宋景川的朋友圈,是他抓拍的一张照片,姜婉正坐在病床边低头给他削苹果,岁月静好。 配文是,余生有你,足矣。 我自虐般将这张照片放大,认真地看。 那个最怕疼的姜婉如今顶着食指军裂的伤口,一脸温柔认真地削着水果,伤口崩裂了,也甘之如頤。 梁酒,我自嘲一笑。 姜婉总在我和宋景川中间游离,不知多少次为了宋景川抛下和我的约会。 他对我说的话从来是转头就忘,对宋景川的话却奉为圣旨。 我就不明白,宋景川那个喜新厌旧,无情抛弃他的人渣究究竟哪里好,把他哄得团团转。 纵使我和姜婉争吵再多,我一直坚信在姜婉心中,我更重要。 但地震中姜婉的选择,扇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脸火辣辣的。 对姜婉来说,我的命在宋景川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我又何必抓着他不放?将手机暗灭,我决心以后只为自己而活。 为了避免肌肉萎缩,我拄着拐杖慢慢往外走。 路过一间病房时,我下意识驻足。 里面姿态亲密的两人正是姜婉和宋景川。 宋景川惬意地躺在病床上,姜婉则尽心尽力地为他抹精油,按腿。 姜婉从没对我这么好过。 哪怕我工作再辛苦,熬夜再晚,他也没想过给我按摩。 他说,林宇我嫁给你不是伺候你的,而且,我嫌脏。 我以为姜婉说的脏是精油脏手。 他说,他有洁癖,我理解。 现在我才明白,那些冷漠疏离,只是因为不爱。 宋景川眼间,从窗口看见我,瞬间指了一下,张口说了句什么。 随即姜婉转头看来,我心神一震,拄着拐杖就要离开,只是刚走出一步。 姜婉却猛地把门打开,张口就是嘲讽。 林宇,你还知道要来找我,这么多天没有消息,我以为你死了呢。 我眼神黯淡,墨地攥紧了手中的拐杖。 宋景川翻身下床,嘴上说着,林宇哥,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他半拉半拽地给我拉进病房,表现得热络无比。 我下意识甩开他的手。 宋景川便渲染欲滴,都怪我,林宇哥,是我害你受委屈了,你怎么对我都没关系的。 姜婉下意识站在宋景川身前维护道,林宇,要不是你非要带着景川谈合作,能遇上地震吗? 他从小无父无母,受人白眼,我对他关心一点怎么了?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不可理喻。 已经千疮百孔的心仍然因为姜婉对宋景川下意识的偏心维护而抽痛一下。 他是觉得我这个拄着拐杖的人还能伤害到宋景川吗? 我唇角一勾,眼中没有半点笑意,大方道,姜婉,你既然这么想给宋景川一个家? 离婚吧,我给他疼位置。 姜婉有些猙獰的表情凝固一瞬,随即很皱眉头,微微偏头看我,恼怒道,林宇,我不过说你一句,你就把离婚挂嘴边,当儿戏吗?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的? 我知道你肯定记恨,当时我没选你。 可那时景川被压在地下那么久,生命垂危,你又没什么事情,我当然要为大局考虑。 姜婉义正辞言,好像是我错了一样。 我不敢置信看着他,胸膛起伏了一下,师生道,我也受伤了。 我被钢筋刺穿身体,和你求救,可你却将宋景川送上最后一辆救护车,断我生路。 姜婉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上下打亮了我一眼,冷吃一生,你满口谎言,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当时你身上的血是谁的都不一定呢。 现在看你安然无恙,还好我没信你,否则景川性命不保,你就是杀人凶手。 人命关天的时候,你还想着争宠,你还是人吗? 我气笑了,拍着胸脯反驳道,姜婉,你说话不丧良心吗? 我安然无恙,你知道我是怎么到医院的吗? 我,好了。 宋景川打断我们的争吵,抚了抚姜婉的后背,让他顺顺气。 转头,他为姜婉辩解道,林宇哥,你就不要怪婉婉了,婉婉心里一直挂念着你,把我送到医院里后,马不停蹄专门出去找你呢。 我愣着,堵在心口的话,一时间说不出来了。 我傻傻看向一脸不愤的姜婉,心脏促然快了鸡拍。 难道,姜婉真的找过我? 她不是把我忘了。 她只是嘴硬心软,真的觉得宋景川的伤敌我严重而已。 可下一秒,姜婉的话无情打破了我的幻想。 林宇,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跑出去,只是为了给景川联系最厉害的专家治疗腿伤罢了。 和你这个小人没有半点关系。 我自嘲一笑。 也对,在姜婉心里,我就是个小人,他怎么可能救我? 我垂眸,只觉得满心疲倦,不想再和姜婉争辩,转身就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谁准你走了? 身后,姜婉却悠悠道。 他一把将我拽过去,景川病了,难道你不该照顾他一下? 宋景川连忙摆手,瞪着无辜的大眼睛,连忙推辞。 算了吧,晚晚,林宇哥毕竟是你老公,也是我工作上的前辈,我不配。 看这两个人,演戏我就想吐。 我满眼淡漠,拿起桌上的药酒。 姜婉本来还想骂我两句,逼我就犯。 看我这么乖顺,一脸满意道,算你实相,你要是好好表现。 我可以勉为其难地把你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原来姜婉还给我拉黑了,我心中冷吃一生。 最好一辈子别把我放出来。 我反手将药酒往宋景川脸上泼,语调平静道, 不好意思,手滑了,景川你不会介意吧? 只见宋景川狼狈无比,捂着脸尖叫一声。 姜婉当即抬手要伤我,只是寒墨落下来,又被宋景川拦住。 宋景川摇了摇他的胳膊,委曲求全,楚楚可怜道。 晚晚,我知道林宇不喜欢我,没事的,习惯了。 地震的时候,他也是不小心拉住我的衣服,我才没逃出去被压在废墟里, 像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宋景川猛地捂住嘴唇,惊慌道, 晚晚,我刚才只是随便一说,你别往心里去,千万别怪林宇。 我瞠目结舌,看着宋景川,他怎么能睁眼说瞎话的? 我压根没碰过他。 姜婉脸色铁青,抬手狠力抽了我一巴掌。 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姜婉揪着我的衣领震怒,林宇。 想不到你心这么黑,竟然故意害景川。 你知不知道,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因为压太久,医生都说可能要截肢。 说完,他一脸心疼看向宋景川,满是柔情。 景川,你太善良了,这是怎么现在才说? 我的舌尖顶了下已经发麻了的腮帮子,品尝到了一股腥甜的味道。 想必是牙齿将口腔撞破了。 面对姜婉的指责,我只剩下一脸麻木。 反正解释了姜婉,也只会相信宋景川,我又多费那么多口舌干什么。 见我不语,姜婉仿佛气得不行了。 他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把将我手上的拐杖打掉,按着我的脑袋要我向宋景川道歉。 你谎话连篇,明明没事非要说自己重伤。 人家景川真的受了重伤,还在给你说话。 还不给景川道歉。 我双腿曾被钢筋贯穿,还骨折,根本支撑不住身子,咬牙不让自己狼狈倒在地上。 姜婉却觉得我是不情愿,冷笑三声。 好啊,林宇,你就这么不愿意承认错误吗? 非要我用特殊手段。 他一脚踹在我膝盖弯,我被迫跪在地上。 膝盖重重砸在地上,发出咚的响声。 我清晰地听见自己还没愈合的骨头,发出咔嚓的碎裂声。 钻心之痛传遍四肢百骸。 瞬间,我的额头蒙上一层细汗,呼吸也急促起来。 可肉体的疼痛远没有心口的疼痛来得要命,心如刀脚,早已鲜血淋漓。 我和姜婉结婚七年,可姜婉只相信她前男友的话,不信我。 甚至因为宋景川一句话,就要对我大打出手。 我抬眸看向如今让我觉得无比陌生的女人,疏忽冷笑一声,我错了,确实错了。 姜婉面色稍缓,勾着唇角讽刺道,林宇你还真是贱骨头,和你好好商量不行,非要逼我。 我满脸淡漠,仿佛叹息般道,我错在不该和你结婚,给你侮辱我的机会。 姜婉神情一宁,我却有些支撑不住了。 鼓鼓的血液顺着还未愈合地被钢筋刺穿的伤口涌出。 瞬间将我的并服尽失,血液顺着膝盖蜿蜒流出。 姜婉还在愣神的功夫,宋景川已经装模作样地给我扶起来。 林宇哥,你千万别生婉婉的气,他也是太心疼我了。 说着像是才发现我腿伤有伤似的,大惊道,啊,你的膝盖怎么? 姜婉回神,视线慢慢看向我的腿,瞳孔瞬间缩小到极致。 他立马按动床头的急救灵,连着按了几下,似乎觉得太慢,他狠狠咬唇,又跑到楼道里大声喊护士。 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在他的叫喊声中听出一丝慌乱。 幻觉吧。 护士将我带回病房后,我精疲力竭,闭目养神。 冥冥中感觉到眼前的光线一暗,似乎有人在我床前站着。 那人噎了下我的被子,凉酒,轻声道,淋雨,我知道你还醒着。 是姜婉,此时她声调意外的轻柔温和。 她想摸我放在被子外的手,我直接将手缩进被子里。 她动作一顿,倒也不恼,反而认真道,淋雨,我帮你换药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说完,她走出病房,向护士拿药。 只是我从天亮等到了天黑,那个说要帮我换药的姜婉,要照顾我的姜婉没回来。 看着发黑溃烂的伤口,突然觉得自己挺好笑的。 居然还相信姜婉的鬼话。 我向护士要来药剂。 我嘴里咬着棉布,忍着钻心之痛上药,为了让伤口不腐烂生躯,也为了提醒我的可笑。 做完这一切,我打开手机,准备买机票。 才发现宋景川又发了个朋友圈,今天下午发的,好像就是姜婉离开之后。 照片是仰视视角,姜婉推着病床车,一脸焦急,紧紧握着宋景川的手,仿佛死也不会分开。 佩文劫后余生,还好一直有你。 哼,我痴笑一声,我早该想到的。 除了宋景川,谁还能这么厉害,让姜婉言听计从。 姜婉还真是从来,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选择我。 挺没劲的。 我将带血的纱布扔进垃圾桶里,就像扔掉这段感情一样。 转身我拄着拐杖下楼,就要缴费出院。 不管伤势如何,我再也不想看见姜婉了。 一回去,我就收拾东西,买最早的机票离开。 却没想到,即将到我缴费的时候,姜婉也急急忙忙地下楼为宋景川缴费,准确无误地爆出了宋景川的信息后。 他才有空看我一眼,微微皱眉道,我不是让你等着我吗? 还有,你伤势美好,怎么能到处乱跑? 不知道的,兴许以为他很关心我呢。 打一棍子再给个早吃,这套还没腻吗? 他要真想带照顾我,怎么会拖延? 我接过护士给我的票据,莫名其妙地,突然觉得喉咙一样。 用衣袖捂着嘴,我吐了一口血,将病服袖口染成红色。 收费的护士皱眉,立马打电话给急救科的来,把我收走。 江婉却只顾着看手上宋景川的收据,不以为然,他只是咳嗽了一声,想吸引我注意力而已,能有什么事? 我心中冷然。 他头也不抬,就开始莫名其妙地揣夺我。 连护士都比他这个老婆要关心我,在乎我。 我真想质问江婉,这些年,他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只是我现在不能张嘴,喉咙散发着微微的养溢。 一张口,就是一道血痕顺着唇角滑落。 不过几分钟,几个护士抬着担架,就过来将我带走了。 江婉这才反应过来,我可能真的出事了,忙不迭跟了上来。 急救室内,我仰躺在病床上,不断地吐出血水。 我心中有种莫名其妙的惊慌感。 我这是怎么了? 好不容易捡回来的一条命,难道就这么交代在这里? 见我真的吐血严重,整个科室的人都惊了,迅速跑动起来。 迅速给我做检查后,医生拿着CT眉头紧锁。 江婉这才挤进急救时,疑惑道,你们急什么? 林宇应该没什么事情吧? 大才小用,你是病人家属。 医生却直接打断江婉的话,他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递到江婉手中, 你怎么这么晚才把他送过来? 病人的肺泡里全都是血,蔓延到了整个胸腔。 已经危及生命,全都是血。 江婉呆呆抓过病危通知书看,瞪大眼睛, 师生否定道,不可能,林宇顶多因为地震被压出了些腿伤, 怎么可能肺部有血,怎么可能病危? 医生皱眉,你真是林宇家属吗? 他那天浑身插满钢筋,用手爬着进了医院,切除了半个肺, 你不知道吗? 江婉浑身一颤,手指更是抖得几乎拿不住病危通知书。 他眼神飘忽,摇着头喃喃道, 不可能啊,不会的,我心中已是一片冷静。 挣扎着爬起来,我夺过病危通知书,对医生道, 他不是我的家属,我和他正在协议离婚,这个我自己签字。 江婉这才回神,将我按下,颤声哄道,林宇别闹了, 有什么事做完手术再说? 我看向江婉,缓缓摇头,我没有胡闹,认真的, 我要和你离婚。 医生劝阻我,说只有家属才能签字。 何况我只是要和江婉离婚, 现在江婉还是我名义上的家属。 我却格外执拗。 无论如何,我也不想让江婉插入我的生活了。 我签。 只见急救室门口,一个穿着长裙, 手中提着保温筒的女生陡然出声。 她款款走进来,我才发现是合作公司的女总裁于乙堂。 她看向我轻声问道, 林宇,你要是信任我的话, 我帮你签字,承担一切后果。 我点头。 在被推出来时, 我眼睛半睁半闭, 只看见了于乙堂。 我彻底清醒时, 只见于乙堂正坐在我床边看书, 黑长发丝垂在书页上。 我只见微动, 她便注意到了, 轻声问道, 林宇,需要喝水吗? 我点头, 润了润嗓子, 才疑惑道, 于总, 你怎么在这里? 于乙堂俏皮地提了下自己手中的保温筒, 来看你啊, 谁知道却正好撞见你抢救。 我有些纳闷, 她是怎么知道我住院了的。 这么想着, 也问了出来。 于乙堂笑道, 那天我刚好在医院, 看见你浑身插着钢筋爬到医院来, 便搭了把手。 本来想联系江总, 谁知他工作好关机, 这几天我都有来看你怎么样了, 谁知道今天有事拖住, 晚了些。 我瞪大眼睛, 心中一暖, 感激看向于乙堂。 于乙堂的手指轻轻点在我的呼吸器上, 笑道, 还好你没事。 这一个细微的举动, 却让我心胡激荡。 我一直知道于乙堂对我有好感, 只是我心中只有江婉, 为了避嫌, 我几次推脱和于事地合作。 江婉骂我,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也默默咽下, 却没想到, 在我宾死时, 确实于乙堂在照顾我。 而我相爱七年的妻子, 在守着他的前男友, 真是太可笑了。 还好, 我如今已经彻底清醒了。 伸出手费力地抓住于乙堂的手指, 我轻声问, 于总, 你们公司还缺少员工吗? 松开。 江婉的声音骤然响起, 带着滔天怒火。 我寻声看去, 才发现江婉站在门口, 目光如同脆了火一般, 死死看着于乙堂。 他三步并坐两步, 二话不说将于乙堂扇到一边, 嘴中骂道, 你想勾引我老公。 我早就该看出来, 你居心不良了, 你给我滚。 我心头一紧, 皱眉道, 江婉, 你发什么疯? 看向捂着脸, 低头不知什么神情的于乙堂, 我满眼担忧, 于总, 你没事吧? 江婉却委屈了, 捂住我的眼睛, 撒娇般在我耳边道, 不行。 林雨你不许看他, 他又没有我漂亮, 江婉真是疯了吗? 他从来没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过话, 就好像换了个人一样。 我还没反应过来, 于乙堂却抬头, 目中闪过狠力, 反手抽了江婉一巴掌。 于乙堂冷声道, 江婉, 你根本不配当林雨的妻子。 江婉顾不上无脸, 气得浑身发抖, 失声道, 你凭什么说我不配? 是啊, 你凭什么打婉婉? 只见宋景川冲了进来, 轻轻扶起江婉, 疼惜地摸了下江婉的脸颊, 问他疼吗? 江婉却罕见得没有理他, 反而看了一眼我, 随即猛地将宋景川推开。 他清了下嗓子, 故意客气道, 我没事, 你挨这么近会引起误会的。 转头, 他轻声对我道, 林雨, 你别生气。 我只觉得江婉这一出, 纯粹是多此一举。 他和宋景川是什么关系, 我能不知道吗? 掩尔道林罢了。 我目光淡漠, 只问了江婉一个问题, 我做完手术你不在, 我醒得的时候你不在, 你说你配做我的妻子吗? 江婉眼神慌乱, 左右乱飘, 正想着说辞。 宋景川却火上浇油, 一脸歉意, 不好意思啊, 林雨哥, 我胸口有些不舒服, 麻烦晚晚照顾了一下我, 他这才来迟了。 江婉被戳穿脸色一白, 只能讨好事地握着我的手。 我满眼厌恶甩开他, 在一旁不发一言的鱼以堂, 忽然笑了一声。 他看看江婉看看宋景川, 感慨道, 江总, 您还真是厌浮不浅啊, 左拥右抱, 只是, 小心瘫多嚼不烂啊。 说着, 他长叹一声, 不过我还我真胃淋雨不值, 他生死未卜的时候, 你却在和别的男人轻轻我我。 我没有。 江婉下意识反驳, 理直气壮道, 没有轻轻我我。 我和宋景川是纯洁的朋友, 这都是朋友间的接触。 鱼以堂笑得更开心了, 我额头青筋站起, 不是, 我以前是眼瞎吗? 怎么会喜欢这种烂情又蠢的女人? 我强压火气, 咬牙切齿道, 江婉, 宋景川, 你们给我滚出去。 我不, 好好好, 我这就走, 淋雨你别生气了。 江婉原本想反驳, 可见到我一脸虚弱, 捂着肺眼看着要咳嗽的样子, 当即软了态度。 见这对狗男女离开了我的病房, 我才长舒一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怪丢脸的, 我苦笑一声, 对鱼以堂道, 对不起, 对你看笑话了。 鱼以堂猛地俯下身子, 一双有大又明亮的眼睛撞进我的眼睛里。 她直勾勾盯着我, 反问道, 淋雨, 你刚才问我公司需不需要员工? 需要, 非常需要。 只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姜婉了? 你之前要对我必如蛇蝎? 我微微皱眉, 有些适应不了鱼以堂靠这么近, 皱眉道, 于总, 你就别打去我了。 这几天我都被鱼以堂按着休养, 说身体好了才能胜任工作。 她是不是推我去医院的花坛散心? 我也就一直没有抓到和姜婉提离婚的机会。 奇怪的是, 姜婉最近一直在躲着我。 我问是不是于以堂做了什么? 她耸了耸肩膀, 指尖绕着一片叶子打着转, 我只是告诉了她你当时奄奄一息地爬到医院时, 还在大声喊着她的名字求她回头而已。 我无奈, 你这样我还怎么跟她提离婚呢? 于以堂眼珠一转, 将我的轮椅往姜婉藏身的地方推。 很简单啊, 你们聊吧。 我这才发现姜婉躲在墙角, 眼巴巴地看着我。 她看起来楚楚可怜, 有些拘谨地看着我。 记忆像穿越了时间, 回到了七年前。 我在大学的人工湖边散步时, 遇见了全城一团,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江湾。 我好心问她怎么了, 哭得这么伤心。 她像受惊的兔子一样, 红着眼睛呆呆看着我。 过了半晌, 她才小声说自己被前男友抛弃了, 那个人说她不够漂亮, 也不够有钱。 也许是鬼迷心窍, 我提议可以伪装成她的新男友, 帮她打脸渣男。 看见宋景川绿着张脸离开时, 姜婉笑得开怀, 猛地扑进我怀里说谢谢。 从那时起, 我就对她有了一丝 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 后来, 我爸妈离世, 我被长辈欺压, 险些资产要被瓜分。 我一度穷困潦倒, 所有银行卡被冻结, 每天只能吃学校免费的紫菜淡花汤冲击, 不少人笑话我。 是姜婉出现, 拿出她所有的生活费, 却骗我说这只是一半。 我长胖了些, 也有意志力都倒饿亲戚, 姜婉却因为长时间营养不良晕倒。 在那时, 我就在心里发誓, 要一辈子对这个朴实善良的女孩好。 甚至在后来, 我拿出所有积蓄开公司, 总裁之位也特地给了姜婉。 这七年来, 我将她如珠如宝一样呵护, 她却渐渐变了。 一开始的她会兴奋地抱着我说我好厉害, 是她的偶像。 到后来, 她总是一副总裁做派, 说我压根不懂生意。 三个月前, 宋景川的出现, 彻底击碎了我对姜婉最后的幻想。 回过神来, 姜婉小心翼翼地靠近我, 轻声道, 林雨, 你不要生我的气了, 好不好。 她拉了下我的衣袖, 林雨, 我知道错了, 知道当时你有多么绝望, 悲伤。 我真的不知道你受了那么重的伤, 那时候景川她额头有血, 看起来很虚弱, 而你看上去还有力气, 我才, 以后我真的会好好对你的。 我点点头, 嗯, 姜婉眼中迸发出明亮的光芒, 欣喜道, 你这是原谅我了吗? 我勾唇一笑, 姜总, 我的意思是, 你的话我听到了, 但是恕我不能答应, 离婚协议书我已经放在病房好久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来签字? 姜婉抓着我袖口的手, 猛然一松, 她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她表情瞬间变得不耐烦, 原本想关掉, 可看见来电人时, 脸上的负面情绪退了个干干净净, 景川, 怎么了? 电话那头, 宋景川撒娇道, 晚晚, 我胸口又有点闷, 你可不可以不要陪着林雨哥了? 你陪她好久了? 我唇角一勾, 淡然道, 姜总, 你快去吧, 只是还希望你快点把离婚协议书签了, 这样才好迎接宋总进门, 不是吗? 姜婉有些纠结地看我一眼, 挂断电话, 她定定看着我, 我不去, 说着, 她浮在我的膝上, 亲意道, 我只想陪着你, 宋景川的电话如同催命符一样, 截二连三地打来, 我直接帮姜婉接听, 却没想到, 宋景川听到我的声音后, 当即痛吟一声, 晚晚, 我心脏好疼, 我要死了, 我心中冷吃一生, 这演技真够浮夸的, 姜婉却慌了, 刚才那个说哪里也不去, 只陪着我的姜婉猛地站直身体, 匆匆对我说了一句, 林雨, 景川他真的病得很严重, 我马上回来陪你, 他离开的背影是那么的决绝, 我贪了贪手,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再相信姜婉的话, 我也显得太蠢了点, 我轻声喊道, 余总, 看够了吧, 在外面要晒死了, 余以堂笑得花枝乱颤, 推着我的轮椅往病房走, 将晚这么关心宋景川, 你就不生气, 我无所谓道, 不生气,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巴不得他们所死, 正和余以堂聊这天, 我们却听见了小护士们在八卦, 哎, 你听说没, 前两天有个女的非要我们抢救一个男的, 健康的不得了, 还说他有心脏病, 可不吗, 今天又让我们去给那男的检查, 他什么毛病都没有检查什么呀, 恋爱脑最讨厌了, 有个小护士神神秘秘, 轻声道, 那男的压根不是他老公, 是小三, 其他护士惊呼, 让他详细说说, 十几天前, 咱们医院不是爬进来一个浑身扎满钢筋的病人吗? 那才是他老公, 听说他老公和小三因为地震一起被压在地板下面了, 结果这女的为了遗产, 直接把他老公放弃了, 救了就有点擦伤的小三出来, 我去, 这女的真够贱的, 怎么有这种人呢, 嘖嘖嘖, 我饶有兴致地听着他们说八卦, 还想往下听呢, 江婉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不是, 我没有想害林宇, 只见他双目红的滴血, 死死抓住一个护士的肩膀, 质问道, 宋景川明明很严重, 要截肢了不是吗? 而且他因为压太久, 心脏都有问题了, 所有心口痛, 对不对? 护士一脸奇怪, 你听谁说的, 他就有点擦伤而已, 早就该出院了, 江婉不敢置信地摇头, 转头跑了起来, 我和于义堂连忙跟上去凑热闹, 只见宋景川的病房里, 他还在捂着胸口喊疼呢, 江婉胸口起伏了几下, 压着心头火起, 拿过一旁的病历, 质问道, 景川, 这些病历是假的, 你为什么骗我? 宋景川脸色一白, 随即一脸可怜道, 怎么可能是假的? 晚晚, 一直以来是你陪着我做检查, 做手术的, 不是吗? 我知道, 肯定是林雨哥和你说了什么, 你信他, 不信我,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眼角一抽, 这个宋景川还真是什么事情都要往我头上扣, 我是他的专属背锅侠呀, 江婉忙拦住他, 眼看着就要信了, 宋景川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是医生的电话, 江婉若有所思, 夺过电话便接通, 只听见对面的医生大咧咧道, 你还来不来呀, 这个科室的大夫快回来了, 我只是个实习的, 会被发现的, 江婉冷笑一声, 他将手机往宋景川身上一砸, 自嘲一笑, 假的, 都是假的, 亏我为了你, 差点害死林雨, 宋景川, 你演戏究竟图什么? 也对, 我早就该想到了, 除了钱你, 还能图什么? 我竟然还傻傻地, 以为你和我有一分真情, 你让我恶心, 以后, 别再让我看见你, 我和于以堂相视一笑, 于以堂将我推回病房, 心情却莫名低落起来, 我问他怎么了? 他病病看向我, 突然抓住我的手, 迫切道, 林雨, 江婉无论说什么好话, 求你回头, 你都不要答应好不好, 你说过你要当我的员工的, 不能食言, 我刚要安慰于以堂, 江婉却猛地打开门扑了过来, 他眼泪顺着我的颈窝流淌, 我将他推开, 大沫问道, 怎么, 失恋了, 江婉猛地抬头, 急声道, 不是的, 林雨, 我只是想和你说对不起, 是我错了, 他抽抽搭搭道, 我被宋景川骗了, 才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恩了两声, 从床头柜拿出离婚协议书来, 来, 签字吧, 江婉刚要说的话, 全都被破验了下去, 他不敢置信看着我, 恐怕他没想到, 自己都这么委曲求全, 这么伏地坐小了, 我还是不肯原谅他, 他猛地将协议书撕成碎片, 赌气般大声道, 我不签,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你要和我离婚, 说着, 他余光瞥见在一旁康熙的鱼以堂, 眼睛一眯, 冷声道, 我知道了, 你是为了这个贱人是吗? 林雨, 你不可以背叛我, 不可以, 我直接架开他要薅住鱼以堂的手, 怒道, 江婉, 你有完没完, 就算你不签字, 我也会和你起诉离婚, 我们完了, 你知道吗? 完了, 行动间, 两张机票从我衣兜里掉了出来, 江婉捡起, 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过了半晌, 他才抬头, 已是满脸泪痕, 你要走, 都不打算告诉我一声, 你就这么恨我吗? 林雨,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明明说过, 你会守护我一辈子, 你说我是公主, 你是我的骑士, 你怎么就变了呢? 我冷笑一声, 对, 你就当我变了吧, 以后,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在此之后, 我再也没在医院, 见到江婉的身影, 过了两天, 我就和于以堂, 一起走向了直击楼, 马上检票时, 林雨, 我听见了江婉在身后大声呼唤我, 回头, 果真是他, 他满眼憔悴, 像是很久没睡好了一样, 将我回头, 他虚弱一笑, 几步跑到我的面前, 怕我不喜, 他有些小心翼翼道, 林雨, 我已经惩罚了宋景川了, 我把他从公司里赶出去, 还让人把他打了一顿, 你, 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只觉得他虎脚蛮缠, 转身欲走, 他猛地拉住我, 央求是的对我道, 林雨, 我会改的, 你说, 我哪里不好, 我都会给, 你不要走好不好, 在别人眼中, 姜婉已然是卑微到了骨子里, 我的内心, 却没有任何波动, 我猛地抓住羽以堂的手, 和他食指相扣, 姜婉, 我已经有爱人了, 麻烦你不要说一些会让人引起误会的话, 姜婉七处看我, 似乎意识到我, 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他想挽留, 却说不出任何一句能让我动容的话, 只能喃喃道, 林雨, 你等我,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原谅我的, 我皱眉, 转身拉着羽以堂一起上了飞机, 飞机上, 羽以堂一改之前的戏血外表, 妈撒着手指, 他迟疑问道, 林雨,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是你的爱人, 什么的? 我戴着蒸汽眼罩, 戴然道, 如果你希望是真的就是真的,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是假的, 很抱歉冒犯了你, 说完这句话, 旁边的人突然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我有点后悔, 干嘛突然说这么装逼的话呀? 刚要摘下眼罩, 郑重地和羽以堂告白, 突然, 嘴唇上被一片轻软的东西触碰了一下, 像一朵棉花糖一样, 我的眼罩被拿掉, 羽以堂和我食指相扣, 靠在我的肩膀上, 那你以后就是我的男朋友了, 我心中一暖, 用力地回窝, 看着飞机外面的蓝天白云, 只觉得前途光明,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